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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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采取正确的战略 战术 对敌人发起毁灭性的进攻 可是 就是这样一员猛虎大将 却最终落得被赐死的下场 如果说 战国死的退冤的名将有谁 白喜一定榜上有名 长平之战胜利之后 白喜与秦昭湘王 在是否继续攻绕的问题上写了争执 秦昭湘王之意不听白喜建议 三令五身要他出兵 白喜知道 韩丹成一手难攻 便谎称病重 迟迟不肯出兵 再加上 范居进了几句谗言 秦昭湘王一怒之下 就赐白喜自尽 白喜拔剑自闻的时候 仰头问苍天 我到底有何罪过 落得如此下场 过了好一会儿 他又说 我本来就该死 长平之战 赵军降组几十万人 我用欺骗的手段 把他们全部活埋了 这就足够死罪了 说完就自杀了 白喜死非其罪 秦人很怜惜他 相依地方都见此祭祀 现今此内的白喜画像 既大动乱后 白家老人回忆所会 赤修武安君白宫庙祭中游在 窃宜武 安君威灵阵谷 数略超时 拨千百之鹰峰 当六雄之敌 白喜目位于咸阳城东郊 为何北岸任家嘴 秦使此地争路由 其实 秦昭相芒是不可能不知道 自己这样做无异于自损利剑 自毁长城 但是 他依然这样做了 其实 他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杀了白喜 他失去的只是一员大将 但得到的 却比一位将军更重要 首先 因为秦昭相芒忌惮白喜 要知道 迎继继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 还只是翩翩少年 对于国家大事还没有很成熟的见解 无法独当一面 所以 他只是个名义上的国王 国家朝政掌握在宣太后和他的两位舅舅魏冉 芈荣的手里 没想到 宣太后贪恋权势 保持朝政长达四十年 一直到宣太后去世 他才逐渐将权力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 他虽然放逐了魏冉和芈荣 但是 王权不过是一纸空文 真正有用的兵权 却掌握在白喜等一杆大将的手里 白喜 可是宣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怎么可能放心地把兵权交给他 宣太后是楚人 虽然他已经去世了 魏冉和芈荣也被放逐 但是 朝中楚人的势力 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所虚弱 于是 为了收回兵权以井效尤 昭湘王只好处死了白喜 如今白喜抗命 正好给了他一个理由 其次 因为白喜在军中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白喜一抗命 就真的六军不发了 朝廷上下无人敢动一兵一组 由此来看 白喜的军令早就大过了营迹的王陵 王陵和王前 他们之所以迟迟不能攻克赵国都城邯郸 与此也有关系 所以 杀了白喜 有利于秦王重用自己提拔的大将 让王陵 王前等人 可以更快地取代白喜掌握军队 白喜其实犯了一个最不可饶恕的罪 那就是功高震主 秦昭湘王也怕自己的大权受到影响 长此以往 岂不是整个秦国都要跟他姓白了 秦昭湘王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只好处 死白喜 让六军将士直接听命于自己 这样也有利于自己调兵潜将 其实 白喜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杀心太重 凡是喜欢赶尽杀绝 长平之战中 白喜坑杀赵云四十余万 那可是四十万鲜活的生命呢 白喜如此草菅人命 惹得六国议论纷纷 给了秦昭湘王营迹巨大的压力 所以 这时候 杀掉白喜不仅仅是秦国的国士 也是给天下一个交代 秦昭湘王必须杀了当事人白喜 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国施加的压力 由此看来 白喜虽然死的冤枉 但也不算毫无道理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杀了白喜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不仅可以让秦昭湘王收回权力 建立起自己在军中的威信 也可以给六国一个交代 维护好秦国的形象 虽然损失了一位能争善战的将军 这毕竟只影响秦国一时的实力 从长远来看 秦昭湘王得到的远远比失去的更多 所以 我们都说政治是己 其残忍的 白喜虽然自诩为秦王的利剑 秦国的长城 其实 他不过是秦王的妻子 秦国的草芥罢了 参考资料 战国册卷六秦册 实际卷五秦本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